今天想吃什么样布的牛排呢 我要这个美国US Prime热眼牛排 以及战区最低价279元就吃得到 当老婆敢用餐不只有座位区可以坐着吃 这里还有全台首创的力吞区可以站着吃牛排 业者参考日式做法 入口处独创七位力吞区 比起座位区多为亲朋好友情侣聚会 用餐时间平均2.5小时 力吞区多为上班族 用餐时间少了人 平均半小时到一小时就吃完 像我们上班族都要久坐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刚好可以顺便 就是稍微运动一下站着这样也不错 算是比较创新的一个尝试 但是可以试试看 站着吃牛排民众还是尝鲜占大多数 点的量也有差 座位区一个人平均点四五百克 力吞区大多一个人吃基本点两三百克 座位区单价高近一倍 而且以力吞区七个名额来说 空间顶多再放两张桌子容纳八个人 但坐着吃用餐时间长 翻桌率反而小 正常来说力吞区的客人 他们用餐时间会比较短 因为大部分都是比较赶时间的客人 那座位区的客人 我们基本上我们餐厅不会限制用餐时间 标榜评价消费吃高档牛排 座位区力吞区瞄准不同 课程上门 三级新闻新闻优优优优优独播剧 台北到